高高山上的 一树也 还有位 手把狼干的 汪狼来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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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宝贝啊 勋章啊 我的三枚勋章 一枚给了缝 另外两枚 我想给他们纪念馆 一枚都不留了 不留了 该有的东西 我都有了 有的 有的 我還 cane 我拒绝了 中卖 我拒绝了 得了 要 要 要 都不考虑了 我迟迟叫 我来 不是 都不紧不阔 回去吧 为啥呀 我不想连累你 什么话 这叫连累吗 这叫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你再睡会儿吧 出发的时候我叫你 将军哥 还是上车吧 还远着呢 有多远 有两万五千里远吗 你 你以为你还是当年的牛渤王呢 这不是你说的吗 受死的骆驼 比马的 慢的话 唱首歌 你呀 高高山上 一颗灰药 一颗灰药 手把冷干药 忘朗泪有位 你以为你和我一颗灰药 我和我一颗灰药 你和我一颗灰药 你和我一颗灰药 好 你要出门了 我有点要紧事 上县里去一趟 今天地理的活 你就不用干了 你就在家照顾花 你看 这个药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这个 小片的这个呢 就是一天三顿 一次两片 大片的这个呢 就是一天两顿 一次两片 好 他腿上的伤 今天就该复茶换药了 吃了早饭啊 你就领着他去 咱们探窑沟 离朕鱼远太远 或者他走着去吃不消 你就拿那平板车把它拉去 我不会拉扯 从来没拉过 你不会拉你还不会学吗 那你不会生孩子还扯着脸 当了这么多年的娘 你以为当娘那么容易呢 当娘就得有当娘的样子 不是嘴巴甜会哄人就可以的 该吃苦的时候就要吃苦 该受罪的时候就要受罪 知道了 这个钱你拿好 除了给花看病开销之外 你再去一趟供销社 给他扯块花布 天气越来越热了 也该给孩子换件衬衫了 老穿着个破甲 算怎么回事 我不会做啊 我知道 扯回来我做 对了 你可千万别说是我让你扯的 你就说是你扯的 那你不是吃亏了呀 亏吃的还少啊 我可跟你说好了 这晚上回来我要一桩一桩地检查 你别跟我像上回一样 脸不疼了啊 你烦不烦啊你 你不烦我就不烦 你走不走 走 老团长 我又来了 说句让您生气的话 我这趟回来可能不光彩 还是个投兵 我也不想这么做 可是我答应过你 要好好照顾修院 我不得不这么做 我已经对不起您了 就不能再对不起修院 将军哥 那茅屋都收拾好了 谢谢你 柳子 这话说的 你谢个善你啊 让一位革命出生入死的大将军 住在走风漏雨的茅屋里 我真恨不得打我自己两巴掌 要不你跟嫂子还是搬到瓦房里去住吧 反正现在的人啊 都对纪念馆他没有兴趣 也没几个人来 胡说 你 纪念馆是人随便住的吗 嫂子的身体不好 你们又不是住一天两天哪 这时间长 是 花子汗 还有草根在那间茅屋里住了多长时间 十五六年吧 他们能住我们为啥不能住 现在环境比以前好多了吗 行了 啥也别说了 你回去吧 我会定期向你汇报情况 汇报思想 将军哥 我说你这个同志还有完没完啊 是 将军哥 刘子 我想拜托你件事 啥事 将军哥你说 我 要是可能的话 帮保凤儿 他这一辈子过得不容易 太不容易了 凤儿仪因为坚持要求花 恢复教师身份 到处奔走 收到了公社和大队的严厉批评 同时 也在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中 引起了非议 他是功臣 他为革命做过贡献的话 也很少有人再说了 他不是一个把自己的荣辱得失 看得很重的人 也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 让他揪心的花 每当他看到花伤心欲绝的面孔 他就会马上想到牛 想到他曾经对牛发下的誓言 他决定 亲自到县城去找柳书记 为花讨一个说法 他不相信 组织上会让一位将军的女儿 背着土豪子女的黑锅过一辈子 我没有スキル 那我们已经转好 我看不见了 今晚还金月 那我们这不是负荣吗 我们有赛事 我们这样说 因为我们建议 myself 我们建议自己的温厅 我们建议自己的协议自己的经历 对对对 管理员同志 你是谁呀 我是人呐 我知道你是人 我是说你是什么人 我是大别山的人 本应该 是这石碑上的人 归你管的人 那你从哪来啊 娘肚子里来 到哪儿去呀 哪儿都不去了 天台山 是我这辈子最后一站了 现在我是自己管自己 晚后 就归你管了 你此花岔一有 这怎么会是你最后一站呢 这些红尘之人哪 只要碰上点波折 就想找个桃花园 躲躲清静 一旦风平浪静 时过境迁 就全都离开了 你管里的人有人离开吗 他们这些人 是永远不会离开了 你跟他们不一样啊 谁说我不是他们 谁说我不是他们 我跟他们一块儿吃过野菜 一起睡过土卧子 你说 你欠这些人的债 是吧 我说 喊 战争嘛 就是战争 老话说得好啊 一将成名 万古古老 不存在谁欠谁的债 您打过仗 我没党债 来您就不妥了 那好啊 过去你竟请教我 今天我请教你了 我本应该是被你管的人 不应该是来这还债的人 你 你把我说糊涂了 什么意思 你听说过这句话吗 将帅无能 累死三军 啊 啊 韩徒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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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是为了我女儿花儿的事 你 刘书记 花儿它是啥成分你最清楚是不是 凭啥说它是土豪的子女啊 他要是土豪的子女 那将军成了啥了 土豪 你晓得什么让人家听见 听见怕啥的 我又没有说错什么 你看月说你来劲了你 有啥话咱回家说去 早言 喝点水 饿了吧 饿了吧 我去给你做饭去 柳叔记 我可不是到县城来吃饭的 我知道 又是为正花儿的事吧 正花儿 不是 成花儿姓什么不用我再啰嗦了吧 说起这事来我想问你呢 我听说这些日子 你家好热闹是不是 那快成了牛鬼蛇神大本营了 就 柳叔记 你不要听旁人嚼舌头根子没的事 什么没的事没的事啊 那郑家寨一共有三个劳动改造的人 在你们家就住着两个呢 还没有的事 那你说咋办呢 那春雨她是我负责监督的对象 是吧 她没地儿住 没家 你让我咋办 把她轰出去 对 你同意 我也不能答应 是吧 你再说说花儿 花儿她是因为受伤 生了病 到我那儿去住院治疗 你 你们不说这些 不说这些 我们就说一说 花儿 能不能到学校当教师的事 你说你让我说你个啥吧你说你 我问问你 我问问你 她喊你娘了 没有 那你说你折腾个啥呀你 她喊不喊我娘 我是重点 重点是 她是将军的闺女 亲闺女 我问你 你找过王主任了 找了 她怎么说的 她说她做不了主国 她说的没错啊 这事还真的不好办 那就简单了 我直接给将军写一封信 这回我都要看看 谁丢得起这个脸 堂堂将军的女儿 成花儿 连个教师她都当不上 我看你丢得起这个脸 你就别再给将军添麻烦了 这叫啥话呢 她回来了 老伯儿 我去看看 纪念馆都是货真价实的玩意儿 吃了饭你也去看看 拜拜谁 我去做饭 为什么 我去做饭 你脸色不好 可能是累了吧 累了就休息 好 躺着 我去煮饭 老程 我这儿也安顿好了 你回家看看吧 我回去干什么 柳子不是说凤遇到难处了吗 你回去帮帮她也好 你还以为我是那个威风八面的丑林将军 我怕我回去不光帮不了他们 还会给他们添麻烦 你想想看 为了一个不能当老师的花儿 人们已经说她是披着羊皮的忙了 如果再加上一个靠边站 当逃兵的成牛 人们还不说她是妖魔鬼怪 可是她这么帮花 还不都是为了你 她站回来了 这住哪儿啊 您您快跟我说 这下简单了我直接找她 你找她也没有用 为啥啊 那将军哥也有说话不作数的时候 谁跟你说的 犯错误了 真犯错误了 你说放着放着 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吧 你就跟我直说呗 我出去走走 我出去走走 这饭马上就好了 穿点衣服出去啊 这情况啊就是这么个情况 你自己知道就行了 千万不能再到处张掩了 如今的将军哥 已经不是从前的将军哥了 弄不好啊 会给他惹麻烦的 这叫什么事吗 这郑老师和郑家决裂 也不是现在的事 这大伙都知道 你看 所以说呀 你想想 现在连郑老师这都出了问题了 更何况这花的事呢 你现在这个事情 他就是有很多 他就弄不明白 扯不清楚他 讲不清楚就不讲了 啥呀 天大地大 还没有个讲理的地方了 你说啥呢你 你又要打抱不平了 你想看看你自己的凉脚室 还没擦干净呢你 你跟我说他们住哪儿了 我不知道 不说是不是 我不知道你让我说个啥呀 看看你 你不说我也能找得到 就不说 春雨 花儿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花儿 队长我啊 我家出啥事了 春雨呢 花儿呢 冯一呀 你怎么才来呀 你 怎么了 你你你先坐下 你先坐下 你知道他们在哪儿你就告诉我 到底出啥事了 你急什么嘛 我还没怪你呢 怪我 为啥呀 我问你 那春雨啊 是不是你从公社里把她抱出来的 是啊 是不是你要答应负责监督管理人家 是啊 春雨啊 今天去买布料 一大堆的娃娃跟着她屁股后面喊 说什么 杀人犯 反革命分子 你说这娃娃们啊 什么又不知道 无非也就是跟风仰土 瞎胡嚷嚷呗呗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是不是 你瞎啰嗦个啥呀 春雨她到底咋了 这个春雨啊 可能一时被喊急了 她拿起供销社 桌子上放的那个茧子就 杀人了 她把自己给杀了 她拿那茧子啊 往那自己的肚子上 就就捅了两下 怎么会这样呢 风仪啊 不是我说你 要么呢 你别把她保出来 要么你也别答应负责监管理人家 既然你答应了 你就应该负责到底 哪能当着甩手掌柜的呢你 哪 死了 春雨死了 死不死的我不知道 反正得医院抢救呢 我说 你有话一起说行不 你 快 春雨她咋样了 郑老师 你娘咋样了 大夫大夫 春雨她咋样了 你是她什么人 我 领导 我是她的领导 她在二病房 你自己去看吧 大夫 她现在情况咋样了 手术很成功 应该不会有什么大事 谢谢啊 你这个婆娘 人家说你几句 你就要死啊 不天翻境添乱 虽然 亏你还是个 吃过债念过佛的人 真是 郑老师 你先回去歇着 这儿有我呢 你还是先看着你娘 我出去一下 对了 我跟隔壁的二狗子说好了 他有个三轮 答应送你回探窑沟 还是你先回去吧 我在这儿照顾他就行 不行 你自己还是个病人呢 我跟二狗子都说好了 你先到他那儿 吃碗挂面 大夫说了 空着肚子吃药 伤胃 月儿 人等着呢 你今天去哪儿了 你今天去哪儿了 县城 干啥 没干啥 办点事 我的事不要你管 你也管不了 Isaiah 那 Dharma 你去看 探窑 close 小侯 郑老师 这伤筋动骨一百天 你这才几日啊 要我说还是听凤仪的吧 再说了 这工地啊 也没有自己家里方便 你怎么哭了 没有啊 没有 哪有呀 春雨的伤不像预想的那么严重 她只是把肚皮捅破了 止了血 封了针 便没有了大碍 第三天的头伤 她就出院了 她在医院住了三天 凤儿衣没明没夜地守了三天 不晓得内情的人 还以为是一对一母同胞的好姐妹 只有她们的心里清楚 两人彼此间 一性在恩怨清仇中 争斗了四十年 一天 年初的家庭 年初的年初的年初美 长道 年初的年初的年初的年轻崩 好 洗个脚吧 我洗过了 山里的泉水好啊 再洗一会 去去你心头的烦水 你干什么 你不要哭了 哭什么呀 咱这种日子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桃林不知何处去 桃花园里可更甜 多少人想过这样的日子 都没这个机会 你为什么娶我 又来了 我说你烦不烦 天台山老林是血缘长眠之地 我让你当着他的面把话说清楚 我倒已经跟他说清楚了 女儿 咱们离婚吧 你都多大年纪了 还说这种屁话 少年夫妻老还棒 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现在才是知道老伴的孩子 我不想连累你 我不想连累你 你明白吗 没人说你连累我呀 我承牛自己的路自己走 自己犯的错自己扛 你不就是知做知错了 没人要你脱下军装 也没人逼你不做将军 本将军身体不好 想找个清静的地方休养几天 不可以呀 那好 你说 你要休养多久 那要看你住多久 我要是一辈子都不回去了 那我就在这住一辈子 山清水秀 柳暗花明 这是神仙都想住的地方 那你的工作呢 你的军装呢都不要了 我看你今天的火气够大的 洗脚已经不管用了 老到那儿有木桶 我去借来 给你洗个澡 你站住 我求求你 别再折磨我 也别再折磨你自己了好不好 不好 你为了一个你从来都没喜欢过的女人 丢掉一切 你值得吗 王主任 王主任 你怎么又来了 哎 我知道 我现在呀 成了当年的花子憨了 走到哪儿都不知道一待见 有事啊 有事 我跟你说一会 如果和郑花有关的事情 就请免开敦口 还真不是为她 是我 我有事 我要请假 请假 那请假招呼干什么 我是你们的生产队长 还是你们的接工员呢 你瞧瞧你这脑子 你才多大年纪就不好使了 那我不是答应过你吗 帮你负责监督劳动改造春雨 那我这一走不得跟你打人招呼啊 那你说说请假做什么 走亲戚 走亲戚 你拉倒啊 你哄傻子呢 你你有没有亲戚我还不知道呢 远亲 不常走动 那你这个远亲 住在哪儿啊 哪个县哪公社哪大队的 我这 你远这住在哪儿都不知道 你还走亲戚呢 但我当然知道在哪儿 就是想不起名了 年纪大了 脑子不好使了 这会儿你脑子不好使了 是不是 住在天台山哪 天台山 在天台山哪 啊 真是天台山 就假条了吗 谢了 爸 你这个假呢 我们准了啊 但是你要记住 要认进行事 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 该做的事情做不该做的事情不要做 该说的话说 不该说的话就不要说 我知道我知道 我啥身份 那行 不 等等 爸 快说我敢录呢 这个代文 首长好 哦 好 那我走了啊 好 刘书记啊 是我 对对对 按照你的吩咐啊 我给他露了个底 如果不给他画出条道来啊 他会把马安县搬这个底朝天呢 刘书记 这个花那边啊 我会尽量想办法 他毕竟是首长的女儿嘛 嗯 嗯 雏 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几天地里没什么活儿 我想出趟远门 看你小时候缓带呀 三五天 也不好说 也许十天半个月的 家我就交给你了 吃的用的都给你备好了 你呀就自己照顾自己 我这屋子比不得你管 更比不得郑家大院 但是总比没有住的地方讲 你要去哪儿啊 你不用管 你要是愿意啊 就把花接回来一块儿住 也好有个照应 不过有句话 我得说在前头 你听好了 你给我也记住了 行了 赶紧说 你嫌我烦是不是 你赶紧说 不要做傻事 不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这老天爷难免刮风下雨的 人活在世上 也难免病病灾灾的 那挺一挺 扛一扛不就过去了吗 行 说完 你等等 还有啥事啊 我想见花 麻烦你叫花回来一趟吧 娘 急着回来喊我到底有啥事啊 我工地上好多事呢 还忙着呢 我不是你 你出啥 缝儿 缝儿才是你娘 你的亲娘 娘 娘 你 你 你听我把话说完 缝儿是你的亲娘 将军是你的亲爹 你是大少爷 从他们家偷回来的孩子 大少爷喜欢你娘 想娶你娘做少奶奶 你娘没有答应 嫁给了牛沫王 也就是你的将军爹 大少爷咽不下这口气 就让我爹找人把你偷回来 说要把你养大 替他报仇 吹 沉沉岁月 变换几度梦回 一时风雨吹到怀欢落泪 命运已尽注定没有机会 如今不能分说对不对 纵然人间远隔情深万水 心中与你共度年年岁岁 无论百战人生本心难对 今我山中有家还是要回 今世不能同去同归 不能同去同归 来世也要深思相随 深思相随 今世不能同去同归 不能同去同归 来世也要深思相随 深思相随 深情不灭虔诚记忆 百公百岁 喜照坏坏一束光辉 一束光辉 千SM 指寻 如果以太阳值也有神 能估计 емся姆 等于